期许紧张我们现在试个音 哈哈哈哈 自在就好 对 好我们自在 我们乐器先试个音一下 对对对 好你们先试音 好我们先试音 好我们先试音 这根本就是开场曲吧 这哪是试音啊 试音就这么好听了吗 没有好听一切都是他的功劳 哪哟哪哟 好那我欢迎 哎 哎 哎 琴锋敌寿 耶 耶 哈喽 这个时候好酷哦 琴锋敌寿 超酷 你知道我很会想时候跟 哈哈哈哈 谢谢 不是我们自己的团 我们自己的团名 你自己忘了 哦哦 你忘记了吗 哦可能最近那个 哈哈 最近有点见忘 那你们要来一个自我介绍吗 嗯好啊好啊 好 哈喽大家好我是竹军 那我本身是一位抒情的演奏者 同时也很喜欢唱歌哟 哦你也喜欢唱歌 对啊 那欢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沈彦霖 然后我会的东西其实蛮多的 然后最主要 其实我是想靠打爵士鼓 让大家认识我 但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安排了 可能长笛看起来比较轻便吧 所以大家看到我都是拿着长笛 然后我除了会长笛之外 也会爵士鼓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身份是 我是盲用电脑的老师 就是教导师藏朋友们使用电脑 哦对了介绍完我们自己之后呢 还要来广告一个事情就是 欢迎大家到我跟竹军的粉丝专业 还有YouTube的频道 去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的粉丝专业呢叫做 BBF沈彦霖 两个B一个F 跟BBQ一点关系都没有 虽然我很喜欢吃烤肉 对 BBQ 然后郑竹军的粉丝专业就叫做郑竹军 你们可以搜寻我的本名 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丝专业啰 然后YouTube的话我也是这个名字 BBF沈彦霖 全部都是就是同名这样子 当然啊这样估计 你知道估计这样搜寻到比较快呢 因为你知道有些人会取一些可能他们自己的 别人帮他们取的小名啊 或者是可能粉丝给他取的一些名字这样 然后就会超难找 因为其实我曾经有一个 我其实曾经有一个算是就是朋友帮我取的 它是一个小说里面的名字 然后那个角色叫做捷鸟 那因为呢为什么会取这个是因为 他说因为那个角色跟我一样眼睛看不到 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神 你知道那时候她想说捷鸟的时候要选东西 啊丽莉你没有讲清楚 我以为是 哎呦 那等下不是动画梗吗 对对对 但是等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演 你们今天有带多少歌来演出 我们今天有 其实没有真的去细算 因为就看看 看看我们聊天会聊些什么 然后我们就是看气氛怎么样 我们就会有准备一些歌曲这样子 好啊 但不过到了最后 要结束之前 记得留个五分钟给我们 因为那个歌有特别设计过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你们有一个结尾曲这样 它也不算结尾曲 但是因为那个 其实有特别安排过的东西 所以会希望有机会 可以表演给大家听 好啊 所以你也是动漫迷吗 其实我 像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比较少就是真的去听 所谓的动漫音乐 但是也是因为有一些动漫歌 真的是有改编给竖琴的版本 那觉得说 好像也可以试试看 蛮有趣的 想说好像可以来玩玩看 好就借由这个话题呢 我们就来带来今天的第一个 也是改编给竖琴的动漫的曲子 好的 我忘记它出了一季来三季 但我记得它有出电影版 这个歌叫做什么 打上花火 不是打上花火 你是在说这一首吗 哈哈哈哈 不是啦 还是鬼灭 就是鬼灭之人 耶 好 来吧 是在说这一首吗 是绝望的 我购物灭之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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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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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